虹头布罗妇女揭开春节返乡联姻活动 沙滩排球重头戏 吸引了将近三百位族人参加 相隔二十几年再度办理沙滩排球赛 理事长谢明辉说运动更多元之外 族人也发挥创意 将槟榔树当成排球架 这次活动内容有沙滩男女排球赛 还有五男五女巨木头区位竞赛 各部落参赛全手嗨到最高点 部落孙聚在一起感情更好 距离过年虽然还剩下几天 但是六号七号为期两天赛全 让过年浓厚气氛提早来到 让岛上欢庆迎新年的春节年味更加浓厚 记者 夏曼里达森 蓝宇采访报道